大家好,我是生意大葡萄酒分析会的Evan 今天很高兴收到平凡邀约 来讲今天有关于加州葡萄酒产区的分析 那其实加州以前称之为荆州 这不是因为NBA的科学关系才称之为荆州 那是因为以前有所谓的加州淘金草 那现在有所谓的葡萄酒淘金草 那现在就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加州葡萄酒的产区分析 那其实加州最重要的就是有关于洋流的部分 太平洋洋流以及雾气会造成它的气候的差别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到有所谓的加州产区的葡萄酒 那另外有Soloma产区 Soloma产区它做出来的葡萄酒是比较细致 单凝比较柔软一些 那另外就是有关于NAPA NAPA的部分的话也就是大家最熟悉的加州的CAP 也就是俗称的CAP 那只要是CAP 所生产出来的 等于是世界上最好的CAP 之一 那么在中部里海岸这边有一个产区叫Santa Barbara 那这边一样也会生产非常优质的黑皮诺 那或许这边有人会说 那跟Soloma这边所生产出来的黑皮诺有什么不一样的 那在Santa Barbara这边所生出来的黑皮诺 因为这边比较没有秋季雨季的关系 所以它的生产细节会比较延长一些 所以它可以生产出更丰富更优质的黑皮诺水 那如果大家对于我今天所讲解的葡萄品种有兴趣的话 那也可以来GCM和我一起做分享 谢谢